在我们的概念里,米兰的夏季转会窗引进的球员当中,除了一关音之外,具有最高价值的就是卡尔达拉了。 毕竟卡尔达拉和罗马尼奥利的中卫组合,在年龄和潜力上看,是拥有光明的未来的,但联赛开始两轮连续面对劲敌,加图索都不敢启用这一组合。 面对采访,他表示卡尔达拉还没有很好的融入球队,因此先从替补打起,连续两场联赛,他都用上那上赛季不受待见的阿根廷中卫穆萨基奥和罗马尼奥利搭档。 加图索做过功课,他知道卡尔达拉职业生涯,一线队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三后卫体系当中度过的,在他打出身价的亚特兰达两个赛季里。 他在三后卫体系中负责的视剧中,顶上增强第一点,身后有左右两名中卫队友帮补,因此亚特兰大的另外两名中后卫帕罗·米诺和托洛一经常放产。 吃牌,身高和判断落点的优势让卡尔达拉在争相第一点上有不错多的成功率,第一时间的上抢也让他正面防守能力得到好评。 因此在三后卫体系中,卡尔达拉具有极高的价值,足以和伯努奇进行平换,但在A非米兰固定主打四后卫体系下,卡尔达拉需要面临调整刺激,融入四后卫站位的问题。 在四后卫体系中,两名中后卫的分工,需要相当明确是果断,同时相比三后卫体系需要纵向的能力,四后卫体系中的中后卫,需要更多的横向覆盖能力。 同时要减少纵向经常上前,这个训练,会有东西购买伐布雷加斯的传闻。 卡尔达拉是一名三后卫体系的顶级中卫,但联赛开始前两个月,最好还是让他多练习踢次后卫,穆萨基奥在时是小罗马他当不二人选,留下身后太多空档的习惯,因为现代足球两名边后卫助攻的任务会非常板重,他们很难次次都可以帮你的身后空档部位。 特别是一侧的中卫和边后卫之间的内部真空档,是现代足球那些行边一位,最喜欢利用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近两名越来越多的主教练,喜欢打三中卫体系的原因。 昨晚曼奇尼帮加图所试验了一下后方搭档,结果不言而喻,卡尔达拉要是一侧后卫体系,还需要加以时日慢慢磨合。 事实上做完整条意大利的防线,在防守的时候的默契和配合显得相当凌乱。 多纳罗马加罗马尼奥利加卡尔达拉加伯纳文图拉,这是昨晚意大利的首发,同时也是A.C.米兰未来贝基与汉帽的首发。 但我们可以用一些防守片段来看看效果如何。 首先看19分钟安德烈希尔瓦的射门,安德烈希尔瓦的射门过程,我们仔细看整个过程。 19分钟,希尔瓦射门图一上图一,葡萄牙三人反击,伯纳德希尔瓦拿球。 最前面的是7号布鲁马,左侧前方是9号安德烈希尔瓦。 本来应该在这个位置防守的若日尼奥黑圈可克里斯坦特,绿圈已经被打穿,因此这时候卡尔达拉红圈顶向第一点上桥。 身后另外一名中尉罗马尼奥利,剑蓝圈退防布鲁马,右后卫拉扎里回首帮卡尔达拉,成圈部位,远端是同样补回来,的左后卫克里斯坦特此圈。 1、9分钟希尔瓦射门图二上图二,一席避开卡尔达拉红圈将球穿给申前A席,罗马尼奥利剑蓝圈,被布鲁马带走。 正面防守A席的是右后卫拉扎里成圈,同时身后卡尔达拉红圈,若日尼奥黑圈,克里斯坦特,绿圈以及克里,西托此圈都在尽力回追,但对射门已经于是无补。 3、9分钟希尔瓦射门,图三上图三,A席选择射门,但角度被拉扎里成圈分度一半,多纳鲁马轻松倒地没收,但注意看此时克里斯坦特,绿圈,萨尔达拉红圈,若日尼奥黑圈和克里斯托此圈,均无由意气号布鲁马,回追战成一条直线。 如果此时A席不射门而选择传给布鲁马,但不管怎么说,这次防守源自于后腰的尸位,卡尔达拉顶上去,左边后卫和另外的中卫小罗马捕上了卡尔达拉身后的位置,上赛成功,26分钟罗马尼奥利的门线就显,26分钟罗马尼奥利门线,几围,我们仔细看整个过程,26分钟罗马尼奥利门线几围图一上图一, 葡萄牙写掉后定着7号布鲁马,此时意大利禁区内回防人数足够,但在位有些混乱,本来的应该防守布鲁马的要后卫拉扎里程圈记得身后的9号安德烈西尔瓦回收到中路, 而他留下的旧路防守出现了前锋加扎绿圈,同时中外卡尔达拉红圈同样向安德烈西尔瓦靠近,而另外一名中外罗马尼奥利切蓝圈,实际上以为放空, 26分钟罗马尼奥利门线几围图二上图二,加扎虽然回追但实际对布鲁马造不成任何干扫,布鲁马轻松投球点到中路, 此时拉扎里和卡尔达拉红圈处毫无默契的同时抢这个点,因此撞成一团,卡尔达拉情急之下推开了拉扎里,此时安德烈西尔瓦已经到外, 而他身后两米开外,是放空的罗马尼奥利切蓝圈,26分钟罗马尼奥利门线紧为图三上图三,情况紧急, 门将多纳罗马出记忆图,凭借手臂长度击打皮球,但又和卡尔达拉转成一堆红圈处,球继续散落在禁区内, 此时罗马尼奥利意识到球门是空的,他跑到门线处准备就空门,但注意此时无论是回收的克里希托还是若瑞尼奥, 都没人管已经完全空了的伯拉德西尔瓦,必须抢到落点射空门,好在被罗马尼奥利刚好挡出, 这次防守中卡尔达拉,依然是负责征顶第一点,罗马尼奥利负责保护,但拉扎利的争抢造成了自己队友间的撞车, 还是源自于四后卫体系中,一侧连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默契配合问题, 29分钟布鲁玛左脚镜射片出,29分钟布鲁玛左脚镜射片出全过程,我们仔细看整个过程, 29分钟布鲁玛左脚镜射片出图一上图一,葡萄牙再次反击,还是上面那三个人, 这次多了个20号脾气,9号安德烈席尔瓦将球桥给自己左侧的脾气, 此时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防守的中场后摇位置再一次落空,克里斯坦特不知所踪, 而若日尼奥黑圈回追但更靠近第一点拿球的A席, 中后卫卡尔达拉红圈顶的比若日尼奥还要靠前, 另外一名中后卫罗马尼奥利,借蓝圈山山来之只能目送, 回追前防身后臂席的是前锋基耶撒子圈, 而正面防守的两个人,本应该是左后卫的克里斯托,成圈出现在右边, 他意识到远端的布鲁玛放空了正在补过去, 而本应该是右后卫的拉扎里,黄圈,则出现在左路A席的前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意大利的整个防守体系已经天下大乱, 29分钟布鲁玛,左脚硬是骗出土二上土二, 提起直接将球顺着布鲁玛, 此时克里斯托迅速回防的布鲁玛身前, 已经算及时到位, 卡尔达拉红圈, 若日明奥奥黑圈和基耶撒子圈军纪弹身后的B席留在禁区前沿中路防守, 拉扎里黄圈边退边找位置, 但这是他不习惯的左路, 因此远端的A席实际已经放空, 29分钟布鲁玛, 左脚硬是偏出土三上土三, 布鲁玛没有看到远端的A席选择直接左脚打门偏出, 此时克里斯托成圈做出封堵的动作, 禁止金泽, 但中路三个人也完全放空了身后的B席, 而此时最后赶来的罗马尼奥利且蓝圈还未进入禁区, 29分钟布鲁玛, 左脚硬是偏出土四上土四, 另一个角度在看, 一次这个瞬间, 不仅远端的A席放空, 身后的B席也已经没人管了了, 两名中后卫同时不在位置上, 两名边后卫部位乱成一团, 后腰的保护太过缓慢, 回追的竟然是前锋基耶萨, 这次防守意大利的四后卫体系一塌糊涂, 再来看A席的那个进球, 47分钟安德烈希尔瓦进球过程, 我们来仔细看整个过程, 47分钟安德烈希尔瓦进球过程突一上突一, 源自于卡尔达拉空泉上墙的中场附近的被断球, 葡萄牙子再次就地打板击, 还是类似个人, 左路布里玛拿球推进, 罗马尼奥立切来圈正面防守, 下半场刚换上来的左后卫埃莫森, 黄圈收进来防守身后已经检查到12码店附近的B席, 为了填补卡尔达拉位置的后腰, 若日尼奥黑圈跟着同样前插的A席回追到禁区前沿, 而事物正在回追的卡尔达拉红圈距离事发地点已经相当遥远无能为力, 注意此时意大利整条防守又轻近禁区, 因此远端同样插上的P席, 再次被放空无人理会, 此时七分钟, 安德烈西尔瓦金球过程突二上突二, 罗马尼奥立切篮圈防守到位, 布鲁马没有线路圣门选择横传给近期中央的A席, 此时若日尼奥黑圈判断正确路线身退篮节, 可惜未果, 埃莫森黄圈见状选择正面封堵A席圣门路线, 卡尔达拉红圈此时刚追回近区线, 意大利禁区内院端大偏了空白, 地带, B席和皮席正在散步, 47分钟, 安德烈西尔瓦金球过程突三上突三, A席拿到球, 埃莫森黄圈和若日尼奥黑圈已经准备上前堵枪眼, 后面的中类组合小罗马和卡尔达拉终于回味分已经与之无补, A席就算不射门身后, 还有一个B席身前, 还有一个皮席可以穿球, 但作为一个射手他选择射门, 47分钟, 安德烈西尔瓦金球过程突四上突四, A席选择多纳鲁麻圆脚, 埃莫森黄圈下场堵枪眼, 身后卡尔达拉红圈同样下场最后一搏, 若日尼奥黑圈慢了一步, 只能和罗马尼奥立切篮圈一起目送球入网, 卡尔达拉上场失误之后, 身后被反击的巨大空挡中, 进名防守的队友尽管在复位但效果奇差, 一步错全步错, 左后卫补中后卫的位置时, 他自己的位置没人补, 这个时候左中场伯拉文图拉在哪里, 再看最后阶段葡萄牙的最后一次反击, 84分钟方切斯反击射门过程, 我们仔细看这个过程, 84分钟方切斯反击射门图一上图一, 葡萄牙再次反击, 卡尔达拉红圈, 依然在前面还没回来, 两名刚换上场的球员配合, 安德烈西尔网送出直船, 约尔松马丁斯斜插接应传球, 此时罗马尼奥利进来圈, 补过来卡尔达拉的位置顶房跟镜子上切斯, 左后为埃莫森绿圈大幅度回收补罗马尼奥利的位置跟着马丁斯跑, 而若日尼奥黑圈依然尽直的回追补防中路空档, 埃莫森留下的左路大空洞, 这次有人补了, 回来的是左中场伯拉文图拉成圈, 他顶住了远端的笔席前插路线, 84分钟桑切斯反击射门图2上图2, 换个角度更加清楚, 意大利的防守位置一战乱, 基本看球不看人, 若日尼奥从A席身边跑过, 看都不看他一眼, 84分钟桑切斯反击射门图3上图3, 埃莫森绿圈防守到位成功, 马丁斯没有转身的可能, 他选择第一时间将球回交给桑切斯, 罗马尼奥利切蓝圈和若日尼奥黑圈都被吸引了注意力, 若日尼奥尽管回追尽职, 但他与队友总是故此失彼, 留意, 若日尼奥的身后, 大进区线上完全放空的那个葡萄牙球员, 对, 那是安德烈西尔瓦, 而回追的桑尔达拉红圈, 还在他身后三米开外, 唯一防守到位的是远端的伯纳文图拉, 84分钟桑切斯反击射门图4上图4, 换个角度看更加清楚, 桑切斯射门, 被多纳鲁马扑出, 但意大利防守虽然回来人数足够, 但依然完百, 84分钟桑切斯反击射门图5上图5, 留意到桑切斯射门的一瞬间, 远端的伯纳德西尔瓦高举双手, 致意自己也被放空了, 之前一直说的伟一到伟的伯纳文图拉, 也是为了, 变形的看球不看人, 上图中诺大的意大利进去, A起和B起又一起再散步了, 84分钟桑切斯反击射门图6上图, 6, 射门被多纳鲁马扑出, 此时终于见到赶回来的卡尔达拉红圈, 伯纳文图拉成圈, 也如梦初醒, 起来, 看了这么多个瞬间, 意大利今天这个四后卫体系配合一塌糊涂, 不仅中后卫组合, 连带中场的防守也忍不忍睹, 卡尔达拉不习惯横向移动, 防守保护自己和边后卫之间的空隙, 而习惯于动向上前去顶第一点, 这种踢奔三后卫的意识, 需要后腰倒过来填补他的位置, 边后卫也有适当回收保护, 但这样踢靠让胜负助攻, 重点的四后卫体系的边后卫不堪重负, 小罗马和陶尔达拉之间的配合默契度, 依然需要时间培养, 上抢和保护的时机在对方高速运转, 在反击面前是一门学问, 要承证, 和尤文图斯的伯努奇加进耶利尼, 意大利现在相比, AC米兰的这一对意大利未来搭档还需要时间磨练, 另外三名中场的回防补位同样重要, 本场只有若日尼奥, 可以基本保证在防守位置上补位, 其他两个人克里斯凯特和伯纳文图拉军不见踪影, 难得见一次也只有眼神防守, 看球不看人是进攻球员防守时的通病, 是不是跟AC米兰的问题类似, 所以曼奇尼真是为加图所好好的演练了一次防守体系, 四名的AC米兰球员全部参与其中, 除了多纳鲁玛表现上佳, 其他三人均不合格, 任重到远, 所以为什么会有加图所要巴卡约赫改动作, 改意识, 改外,